鄉親啊 今天是要來探討 欠港這個議題 台灣現在是正在書上最嚴重的欠港條 儘管開放二天來台灣 無情的人數七十二萬八千人 已經來創下到歷史信管 但是 要是很少來掏解到 全台灣國產業 欠港的問題 主計總署的統計 無情全台灣欠港的人數超過二十三萬人 像餐飲貨物業 以及的政区 身體管理的責任 相傳來的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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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要每一間都來打算到定人客室 甚至還要拜託到立場到找人 很多人想要問 少年人都跑去哪裡了 當然是 少年人並沒有不愛做事 只是他們沒想要幫你做事 為什麼呢 最大的關鍵 也是薪水 欠港有解決的辦法嗎 還會對經濟發展有什麼樣的衝擊 隊長布德 作回來看 你請不到人 你又賺沒有這個錢的話 你付房租完 你就白做了 帕潭的部分大概是兩百一到兩百四之間 但是尋找的人還是非常的虛缺 但也比較不自由 如果你肯做 肯花時間下去 是賺得到錢 很多亞洲的國家 例如新加坡 他們也有發生少子化的問題 但是他們的缺工卻不像台灣這麼的嚴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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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那個陸場裡理長 你好 你之前不是有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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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有缺工的問題有沒有 對啊 大陸工的年代 理長很難做 在那陸場白這個旗子路 好像為了找找一個 管理去揮歌店上班的人 我看都已經裝修好了 那你預計大概什麼時候會開 五月中 那你缺工的問題有解決了嗎 五月左右 那這個會很難找嗎 白天班切比較多 去年年底他就是因為工不夠 所以說他就收起來 前陸缺工的第一帥 不論幾百點 是這次都未到 新加坡的新加坡 新加坡的新加坡和祖京五路一帶 四季都能看到這會 彭老闆 一張好… 自己在忙嗎 沒有…對…自己在做生意 在準備 缺工的問題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你說最近嗎 對 其實真的不好請人 以前我們是2點會開始做生意 現在改到3點才營業 那也做到大概是 從3點到11點這樣子 在節、減節、政節都關係 甚至在吹咖哩團隊 做什麼一年就交台出國 一直找不到人 我就請我的小舅子 就我老婆的弟弟 然後來幫我做協助來經營這樣做 有些缺工或者是有連鎖的 他直接就是… 直接就結束營業 因為請不到人 你請不到人 你又賺沒有這個錢的話 你付房租完,你就白做了 那寧願就是關門大計 大概有沒有成功幫他們留見的一些 很困難 因為整個入場裡來講 我們是算全國收入第三高的地方 有70%的人是在園區上班 他會去比較以下的薪水 所以說在餐飲業 現在最好的大概要4萬以上 這樣子 那當然不能跟科技公司比 20萬人口的竹北市 年平均所得動輒超過140萬 是全台最高 餐飲業跟商家看準這個消費潛力 想在這裡拓點 但是客人都比勞工還要多了 想要賺錢也力不從心 科技重點的國費 甚至省工工才會哭 開幕沒有到百年的大型 還沒有上場 而且省工工 以專櫃需求我們協助找人的部分 在我們開幕到現在大概4個月的時間 那我們有協助找到4到5個人 在含partime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的薪資 其實比一般的縣市都高 那大概partime的部分 大概是210到240之間 但是尋找的人還是非常需缺 之前再缺到3到4成 但年後有一些零食潮的部分 現在有些部分店家有到5成左右 雙頂的店家 我們店員在門口 約貼找人家 跟那些雙先放點一筆 營運的狀況可能在於 速度上會慢一點 那就是盡量去做一個加快腳步 去服務客人的一個狀況 既然維持正常營運 看這幾個是店長兼店員 其中修繩之多台北 高到省工工 一般這個炒鍋 都是我們的員工在炒 但是缺工的同時 我們也會下來一起炒鍋 仙館炒圍裡面 三塊含糬料各豆各湯 連鎖火鍋店的庫主管 因為欠缺工 從來要自己釣在莫蘭湯底 菜香草豆還要花很少錢 在門市的所有的營運 我們都要執行都要執作 那但是還有其他的 就譬如說像電燈壞掉 馬桶鎖射這些 我們都是屬於自營店 在這樣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就是用 電與電之間的人調 來去做協助 因為目前現在更大的節慶 各家店其實都是大缺風的狀況 如果我們這時間 在做人力的調配 可能每一家店缺風的人會更多 一直到去年8月 我們整個 即便我們外勞 已經創下72萬的新高了 但是我們的直缺 還有23萬的缺口 所以事實上是 有沒有比國拖劇更嚴重 是有的 雙棟林立不夠多應付 全台灣的老闆 淩亂自己知道 所有的總署最新的資料 欠工總統最嚴重的工業 製造工業 和最嚴重的工業 全台灣又欠十八年六工 就算揮手把握 因為過這幾天的工業 有可能改善一頓 不過消費 產業越少頂頂的工業 改造法規模開放 陷阱已經批評 問題更加嚴重 其實的話 以今年開始 我們的政治人員 薪資已經調到 三萬三千二了 同仁的包括三節的獎金 然後他們的那個 季的那個 所謂的 GEO的營業獎金 這些都加碼上去了 所以我們等於說 整個調薪的幅度 最高已經上看百分之十八了 其實面對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求職的管道 還有就業機會的 整個面向更多了 早期的話 餐飲業就是餐飲業 只有分內用外帶 可是現在呢 你多了一個所謂的外送平台 這對於店家一樣 營業的成本 三大成本嘛 電租 食材 還有就是所謂的人事 所以呢 人事成本 因為不是說 你一直往上加嘛 而且以現在情形 你一直往上加嘛 也不見得一定能爭得到人 人力成本 當然會是企業經營的理由 但是他們現在需要人 你需要人 你要面對的到此 就是競爭跟第三方勢力 現在就是有人 或別的產業出得比你更高的錢 或者是第三方勢力提供更好的 不只是工資 可能他們提供更好 更自由的工作方式 所以雖然你加薪了 但你加得不夠多 那你只有加得更多 你才有辦法吸引這些人進來 不過大多數的人都想問 老闆到底是欠勞工 那才是欠勞工 他們不是不屈就工作 他們是不屈就低薪的工作 那些勞動料 尤其是青眾人 都走去哪裡去 讀資訊科當初一開始是興趣 然後到後面唸一唸 覺得好像也沒有唸得很精 所以為了生活 還是選擇門檻比較低一點的餐飲業 餐飲業做了一陣子之後 就覺得我覺得沒有那麼自由 然後薪水也沒有到非常高 所以才有選擇加入全職外送這個行列 在餐飲業做未八年 只過這個薪水上關也超過五萬 不過27歲阿翔為主年開始 同樣選擇做自己的老闆 阿翔是一整整後三年之間 過三劫增加十萬台幣的餐飲 事實上 理工二三年 十五歲到四十四歲勞動參與論 對比十年前每一個利領戰 平均升五% 也證明更有能力 不會贏貴 他們沒有不做就業 他們勞動參與率還在上升 只是他們不幫你工作 他們幫其他人工作去 自主選擇他們要不要接單的權利 他們不用每天進到上班族去歸安 或者是動不動就可能被抓出去葬行 當然我講的是一個隱喻 所以很多年輕人寧願選擇 薪資差不多 但自由的行業 這也是為什麼導致一般公司行號 特別是服務業他們找不到人 因為他們有時間 這些他們選擇第三方零工經濟片 他們泛藍的時間 換來一種感覺 把自主性找回的一種感覺 現在已經沒了 少年人現在沒什麼沒適應 六年級生為什麼請假 他說他家長不舒服 七年級生請假他會告訴你 他小孩不舒服 八年級生請假他會說他自己不舒服 九年級生請假他會覺得他看你不舒服 這個是現在的年輕的態勢 所以他們會來改變現在的職場 那如果你現在的狀況就是試求人 那如果今天你在企業房 雇主房 你沒有做出挑戰 你只好一直不斷地在缺工上去做修盤 沒有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更多的選擇 這項文化改變 親眾人找頭路 八年級 有他企業跟關愛的勞工 到鄉這項 是要讓高級學生 抵折去保険工會 來我們今天做母親節蛋糕 先白色用完再擠 那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旁邊 你一看老師 後來都有在做一些裝飾物 就我小時候的時候 就在設計一些像烘焙麵包 什麼之類的東西 那我也被影響 所以高級的時候就選了餐飲科 就是剛剛上課的蛋糕 是我比較拿手的項目 到北大當初未婦 高級餐飲科的學生 在四點製作科學會創戲 另外一邊當地補養家的模樣 拍到咪咪咪咪 那我們今天做的是 比較小顆的檸檬塔 轉到這樣子的 就不用太多 那我們剛剛早上 先好下來的檸檬皮 新鮮的 等一下就點綴在上面 點綴上去的時候 感覺 可以多賣個幾塊錢 要改賽夫 清新團修佩佛 什麼配合性的料理 立心報分 或許的鮮碎應用 之後我想開一間工作室 就是我想讓大家都可以學到 我所學的東西 看我正常應該看得出來 我是非常愛吃人 所以呢 我就是因為愛吃 所以我就想說 去學做吃人 對 可以分享大家吃得到 我也吃得到 我吃得好吃 我做得好吃 這樣也特別有成就感 真的很不... 不知道怎麼跟學生講說 你在學校跟在業界 雖然你有證照 可是這是門檻 可是你到業界 你想要領這麼高的薪水 當然沒有辦法馬上 你可以得到這樣子的待遇 現在基本的門檻 幾乎都是要專科大學畢業以上 你才有辦法到這個公司 那相對的對你以後的升遷 或者是對你以後的薪水 勢必才會比較好 這個 沙拉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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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到共產地獎 學習、工業、工業 獎、獎不獎的活動 生學容易 然後加上是不是 我們台灣平均的一些 生活品質也比較好 孩子並不覺得這個 賺錢是那麼的重要 如果在經過高等教育 在磨練四年 他還有多少心願 願意回到原來這個 基本的工作行業 應該是說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自己去動手做的東西 正說什麼,出發精準和媒體 電機科的隔離學生、野燈燒 專力技術、技能比賽 沒錯,所以不是要這麼做之前 你已經有這麼好的技術 為什麼還會想要去練完大學來做 主要是因為… 家人已經跟我講了 家人跟我說 你讀過一大學,會有學歷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既然教育,本地是否提出生育 製培青年代軍 也沒有什麼領域的薪水 大多數學生都想著生育 也即使生育所有技術能力 總是派教育 但不是現在興興,是極高性的問題 少子化的不是只有在台灣 包括很多亞洲的國家 例如新加坡 他們也有發生少子化的問題 但是他們的缺功卻不像台灣這麼嚴重 台灣不管是在薪資上 不管是在加薪的幅度上 我們在亞洲都是在中後端板 不但無法留住我們台灣自己的勞工 我們也沒有辦法吸引外部 比較中高階的勞工 改變薪水的結果 大大欠工還有什麼改善 我們希望就是未來每年會增加十萬個中高齡 跟高齡整個勞動力 希望能夠留在欠貨 英雄以後合作 理工23年4月27 勞動部宣佈到10億 希望方案能夠在一年來 為欠工選擇 除了回到20萬的勞工 基本上班12萬塊的補助金 再次向中高齡打開相手 運輸的高齡化和消除法影響 全55會到64會主要勞動票 整理會五年上高齡1736萬人 不到10年時間 人數已經減少100萬人 但是做空氣感準備好 實際上不是欠工的支柴油 現在很多人力資源管理的概念 都還停留在二三十年前 我們年輕人非常充沛的時刻 所以企業基本上在心態上 他們就不願意去使用中高齡 也不願意去教育中高齡 那這方面如果產業跟學界 願意同時去結合 才有可能去彌補我們未來 真正的缺工的人力問題 面對問題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這段過大健康 這段路還需要 頭部新流動兵當初打招 電視社交電視 difíce 然是想升級黏制